iceaoud真是男高 Scout的女高 vet 电台就是一个习惯 每个人电台都是一个习惯 哪怕在我眼中多不好的dj 都有很多人会喜欢 因为他们喜欢他风格 已经舒服 已经很舒服 已经很适应的那种形式 跟他的声音 跟他整个发出来的频率 所以 这个东西 就如果今天我走了 其他人接党 他们久远久迟也会成为谁谁谁的一个习惯 所以 可能他没有成为这么 好像你们这么多人的习惯呢 他还是有人称的啊 他当然还说 现在就好了 现在很斯文的 很文雅的 以前要三八就什么 还是会有人这样的角度 个人啦 就听电台就跟吃东西一样是相当个人的 所以 我走 有人惋惜是很应该的 而且我觉得我在做电台 可是那个应该是很多人 就是他不是小部分的人 他是还蛮大的回想的 所以那时候当初竟然说你是有预见到 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成功 是 我必须成功啊 我进去我没有抱着这个 成功的心态 跟抱着这个心情的话 就破釜沉重 对 没有想法 哎呀 我是个很乐观的人 我不会进去的时候打顶叙手 啊 死啦 如果我 你好一出一顶了 我回不到公司 他们预期要的 收听就什么办办办办办 如果我一进去 就这样的心态的话 可是到最后那个受欢迎程度有超出你的预计吗 我们走的时候给公司一个相当相当漂亮的数字 然后公司也给了我一笔小钱作为鼓励 哎呦 所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因为我那个是我想做的 其实在我走之前 还不是公司想预期的一个达到的一个目标 也不是我想的一个目标 但是在我要走的时候 把那个东西给圆满的做好了 而且也超乎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我最开心的 作为那时候作为台的一份子 我作为我自己一份子 我自己肯帮我自己爽 而且你看我能做不到 以前他们做不到 当然这个是我一个开心的一点 自我膨胀的一点 也对公司来说 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achievement 如果他们能保持当然是最好 因为你是之前的那个DJ嘛 就是那一档节目的DJ 你从你自己看现在 这两位在职DJ的那个表现是怎么样的 在职的男的是我很多年的朋友 听说是你推荐他上去做了 我认为是因为早上的节目 因为时间关系 很多人觉得 我四点多起床我今天很辛苦 很多人会很抗拒这一点 你为什么当初会推荐他 因为我觉得他事实会应该像早上的节目 早上的节目虽然是同都是电台的节目 但是做早上的节目背负的使命相当的大 好玩也是好玩在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做早上的节目是一个 我很喜欢的东西 所以你是想要让他去接受这个挑战是吗 应该怎么说 我是觉得他其实 我不能够说他适不适合 其实是在人选当中我觉得他还蛮 应该可以 因为他反正这么久功力 他就算你装也能装出来吧 就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看他装也能装出来的那个 Chemistry 有没有 就是跟拍的 我走的时候我已经跟我舅公司老板说了 我走的时候我也再也不会再听那个节目 因为我会忍不住 放标 对 我会忍不住很多事情 我会觉得 哇 搞什么啊你 哇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为什么呢 你怎么着呢 我就会很多这种 你知道吗 你自己的感觉 啊 很多时候有阿姨啦 阿姨 哎呦 你怎么这么举法的 你怎么这么多 有啊 很多就是我自己那一套 我这样别人不是用 依你那一套去实行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很 所以我 我那时候已经不听 当然我有时候不小心听到一点啦 所以你觉得怎样 我们两个 我们两组人的心事不一样 我也不太方便 他们是怎么样 你们是 我是用 很自我的方式去做 就是 like it or leave it 就这样简单 我不会说 可能大家很喜欢听这个 我就做这个吧 大家喜欢女神 我就做女神 我做不出这种东西 我做不了 我也做不来 所以他们的心事 是有他们的方式 那因为毕竟我走了之后 他们当然有自己的策略啊 那个我也 我也不了解他们的策略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也不不论啊 因为我不听 我就 emp 五四 玉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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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F gra 还真 biế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